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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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 那我们看右边 右边同样也是这个入字 也是这个入字哈 但是它的发音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是一类动词哈 这个是利 大家看到哈 是利 是一段的哈 那这个是A段的 入れます 是放入 放入 比较强调这个 这个有这个他动词 就是说 让他放入或者怎么怎么样的这种感觉 是有人把它放进去了 那么这个入ります呢 更多的是这个进入 进入 自然而然的进入 排ります 就是进入 哈 大学 に入ります 上大学 哈 就是进入大学我们翻语过来就是上大学 大学 に入ります 那么 出出出来 出出出来 응 赤字 是一样的 汉字是一样的 但是呢 它是二类动词 它是一类动词 出します是一类动词 出ます是二类动词 大学を出ます 进去的时候呢 大家看到这个注词是 に 何々に入ります 因为它要进去 和我们之前有讲到这个单词 之前讲到时候 给大家举的例子是 喫茶店 喫茶店是这个咖啡厅 喫茶店に入ります 出来的时候呢 喫茶店を出ます 出来 从这个咖啡厅出来 和进这个咖啡厅 那么上半大学呢 大学毕业就从大学里出来了 大学を出ます 好 下一个 写个欲语 它的翻译读到 浴露 浴露 这个洗 冲 一般的话呢 abimas呢 会用在这个 シャワを浴びます シャワを浴びます 是这个淋浴 淋浴的意思 日本呢 很多的房子呢 都是有这个浴池的 都是有这个浴池的 是可以泡澡的 因为日本有这个泡澡的文化 但是如果不是泡澡 只是这个用喷头洗的话呢 是シャワを浴びます 是淋浴 这个洗澡这个说法 也是不一样的 如果泡澡的话呢 是オフロに入ります 就是进入那个浴槽 就是进入那个浴池 叫オフロに入ります 就是我去洗澡了 オフロ以后会讲到 好 如果只是淋浴的话 就是シャワを浴びます 好 然后我们看下一个 辞 停止 放弃 是 やめます やめます 就辞职嘛 辞职就是 会社をやめます 会社をやめます 就是我要辞职 会社をやめます 还有就是 比如说你在一直做一项 什么体育活动啊 体育运动的时候 然后突然这个中途 就停止了 放弃了 就可以说 やめます やめます 或者やめました 就是已经放弃掉了 已经放弃掉了 やめました 过去式 然后推或者是按 押します 押します 比如说人群比较多 你想把他们推开 就是押します 或者是哪个按钮 你要按他的时候呢 也是押します 好 那我们来读一遍 乗ります 電車に乗ります 折ります 電車を折ります 乗り替えます 乗り替えます 電車に乗り替えます 入れます 出します 入ります 右ですね 入ります 大学に入ります 出ます 大学を出ます 浴びます シャワーを浴びます 辞めます 会社を辞めます 押します 押します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页 下一页是形容词和身体相关的单词 首先我们来看长的 長い 長 短呢 明亮的性格 开朗的 明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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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非常活泼 开朗的一个人 明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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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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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昏暗的 若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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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的 若い 然后 背が高い 背が高い 背呢 是一般形容这个人的个子 个子 个头 背が高い 就是个子高 頭がいい 頭是什么呢 头 头很好 说明就是头脑很好 翻译过来就是很聪明的意思 好 这些都是这个 一类形容词 都是一类形容词 因为大家看后面都是一一一一一 好 我们看右边身体相关的单词都有哪些 首先我们的身体 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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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到头的话 就是咱们的头 但是呢 在日语里面的头 或者是头脑 或者是脑袋 都是这个頭 頭 来表示 頭 頭 然后肚子 お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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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我们有学到这个 お腹好きました 还记得吗 就是我肚子饿了 お腹好きました お腹好きました 就是肚子饿了 肚子饿了 然后脸 か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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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写作炎 是脸的意思 炎 然后脚 脚 脚 脚和腿 是同样啊 都是这个足 都是足 都是用这个足 来表示的 是足 大家这个 看到足 可能会想到脚 但是呢 它还有腿的这个 这个意思 足 眼睛 目 目 写的是木 这个比较好理解 耳朵也比较好理解 咪咪 咪咪 是耳朵 耳朵 咪咪 哈 之前上节课吧 我给大家讲的这个 嗨侠 嗨侠 就是牙医 依侠是这个医生 那么哈呢 是牙齿 哈是牙齿 哈 哈 嘴 嘴 口 口 口 頭发 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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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ego 髓 嗯 好的 那我們來讀一遍哈 長い 長い 短い 短い 明るい 明るい 暗い 若い 背が高い 頭がいい 体 頭 お腹 顔 足 目 耳 歯 口 紙 紙 好的,我們來看下一頁 下一頁 首先我們第一個服務 為這個什麼人提供什麼服務可以用 然後也可以說這個服務行業也是這個服務 service 這個在日本還經常會用的 service 是服務的意思 慢跑 慢跑 ジョッキン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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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是英文來的 淋浴,淋浴剛剛前面有講的過 シャワーを浴びます シャワー 好,下一個 ミドリ 上一節課的我們主題 是ミドリチョッキング 綠釘 ミドリ是綠色 ミドリ 然後下一個寺庙 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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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寺的話是發作這個 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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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日本有非常非常多的寺庙 有非常多寺庙 包括這個在 這個 元旦 元旦的第一天 大家會去這個 ハツモデ ハツモデ就是出敗 出敗的意思 都會去寺庙 然後寺庙也可以就是 請一些護身符啊 然後包括這個 求一些籤啊 什麼之類的 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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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寺庙和咱們一模一樣 然後剩下就是我們 留學生 留学生 留學生 學生的話是 留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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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這個是 這邊單詞比較少 然後 然後也是大家需要背下來 Service Service Jo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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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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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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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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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n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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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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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這個常用表達的有哪些 首先我們看第一個 Douやって Douやって 嗯 這個やって 嗯 也是一個這個定型哈 Douやって 當然這個直接翻譯是怎樣 如何 嗯 還有這個 Yarimasu 是做的意思 大家記得吧 Yarimasu 是做的意思 Dou Dou就是怎麼 Douやって就是怎麼做 Douやって Douやって 怎麼樣做呢 這也是一個疑問詞哈 嗯 Douやっ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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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kiru desu ka 就是怎麼樣做才能怎麼怎麼樣呢 這樣子哈 嗯 然後下一個 Iie Mada Mada desu Iie 是什麼意思 不 不是 對吧 Iie Dou itashimashite 是不用謝 對吧 嗯 不客氣的意思哈 好 Iie Mada Mada desu Mada 是還沒 還沒 那連說兩個 M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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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還沒還沒 嗯 就是還差的遠呢 就經常有人誇你 哎你日語真好呀 然後你可能 因為日本人都比較謙虛嘛 不可能說 啊對呀我日語很好 所以大家一般就是這個不用的 慣用的這個用法就是 Iie Mada Mada desu 就是還差的遠呢 嗯 謙虛比較謙虛的用法哈 嗯 好下一個 哦 哦 引き出し desu ka 哦 引き出し desu ka 哦 引き出し desu ka 引き出し呢是取錢 嗯 是取錢嗎 引き出し desu ka 因為他就是在詢問他的客人嘛 所以是 哦 哦 引き出し desu ka 您是取錢嗎 嗯 引き出し是取錢的意思哈 哦 引き出し desu ka 就是您是取錢嗎 嗯 好 下一個啊 まず まず 嗯 這個跟下面一個一起看啊 次 次に 嗯 まず次に 就是形容一個步驟哈 首先怎麼怎麼怎麼樣 其次怎麼怎麼樣 是這樣子的哈 まず 就是首先的意思 那麼接下來下一個 然後就是次に まず怎麼怎麼樣 次に怎麼怎麼樣 嗯 是按這樣的一個step 按這樣的一個順序哈 好 然後下一個 cash card cash card card之前我們講過哈 是這個卡片啊 這個 賀卡呀 然後包括這個 硬一點的銀行卡呀 什麼之類的 或者信用卡呀 什麼之類的 嗯 是什麼什麼卡 那麼cash呢 cash是現金的意思哈 cash cash card 就是現金卡的意思 cash card 嗯 然後下一個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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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金額 這個額是繁體的哈 金額是金額的意思 金額 嗯 好 然後 把這些都輸進去 然後就最後 確認 確認 確認哈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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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確認ボタン 確認ボタン 會有一個哈 就是確認鍵 確認鍵 按鈕啊 或者是這個鈕扣 小鈕扣 也是這個ボタン ボタンを押します 就是按按鈕 好 我們來一起讀一遍 どうやっ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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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いえ まだまだです いえ まだまだです お引き出しですか お引き出しですか まず まず 次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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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キャッシュカー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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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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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 確認 ボタン ボタン 如果兩個連在一起 念的話就是 確認ボタン 確認ボタン 是有個這個accent的變化的哈 確認 和ボタン 連在一起的話就是 確認鍵 確認鍵 好 那我們的單詞先講到這兒 我們先稍微休息一會兒 然後我們又回來再講文法 先緊張 乾燥 5秒 1 2 2 2 1 2